哈喽,大家好,大家好,宅小鸟已经疯了,红鸟今天已经疯了,攻击我的牙缝,我当他领导的时候压根没敢提这事,估计是看我的视频,看多了,攻击我的牙缝了,没话可讲了,好吧,那我今天就揭秘B圈片局的终极金融技术,全是纯干货,老王今天的下边的30分钟的视频 是老王油管开播以来,技术含量最高,最干,最实在的东西,本来我打算拿到半年以后10万粉丝的时候放出来的,但是呢,我看翟山英磨刀霍霍,而且他潮吹了,他,我蹭不了他6个月,他就已经高潮了,那今天就放出来吧,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尽可能多的传播出去,因为这是一件功德,当大家看明白下边30分钟的节目之后,所有的朋友, 币圈骗局,全都不能再骗你们,会保住无数人的财富,可以说大老王,20多天不到30天,一个人,几十个视频,灭了翟山英,等于是灭了一个正在出手骗人之前的下一个郭文贵 我自问,我做这个油管频道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度人无数,给人智慧,让大家不被这个骗子骗钱 他在国内割完韭菜,他又想在国外割韭菜,包括在国内的,新被他圈的粉们 让人家换什么USDC,USDT,就是为了这些人的钱,快速的能从国内打到他,在迪拜开的电子盘里割人的韭菜 好了,大家多多转发 多多评论 多多传播 让这些骗子无所遁形 识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试了佛秀去,深藏公与名 请大家观赏 哈喽,大家好 接着听老王揭秘币圈骗局 上次说完第一集 有些性急的观众朋友们说 老王,你要揭秘币圈骗局 你怎么扯到了2004年的黄金市场 这你们就不懂了 要讲解放军历史 是不是得从黄埔军校开始讲 必须得从林彪周恩来开始讲 你才能捋下来脉络 我一步到位 直接插入到电子盘 直接插入到币圈 你接受不了 所以听老王给你娓娓道来 这样的话你理的特别顺 话不多说 切入正题 上回书说到 草原牧民张王两兄弟 张卫星王岐周两兄弟 在毡房里搭出了电子盘 在毡房里搭出了小计算机 连上了国泰军炉炒股软件 结果弟弟王岐周喝高了 一脚踢掉了交易那根数据线 只剩下了行情显示 没有交易 不知道 哥还在那继续收钱 用自己开发的小软件 记着大家哪个牧民买了什么股票 自己给他输入帮他买了 然后哪个牧民卖出什么股票 自己哪天在什么价位帮他卖了 过了一个月坏 数据断了 操他妈呀 这一个月没买也没卖 哎呀 自己在小本本上记录下来了 那个上交所的那个大信息系统 咱们没有同步更新呀 天呐 这个怎么办呀 万一人家挣了钱 人家他妈翻了三番 上这说我清空 给我卖 哥俩他妈的倾家荡产也还不起呀 没事 为什么 刚才老王说了 人的本性是什么 挣了钱他不拿走 赔了钱他认了赔 所以这哥俩 实际上等于开了个小交易所 只不过这个交易所的行情呢 显示的是上交所的行情 实际上这个俩哥们啊 根本就没有给上交所当会员 只是接了上交所的那个行情图 在那假装显示 但是他们哥俩 本着极其诚信的精神 真的有牧民来买 他们真的按当时的那个上交所的价格结算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跟张卫星当时搞 有的有的内行说是高德黄金 我告诉你 你们仔细查一下啊 可能不知道现在工商记录还能查查得到啊 高德黄金的全称是高德一和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一和就是这个 高德就是张卫星起的 我们要弄新公司吧 就是高德一和 高德为什么叫高德呢 跟地图没关系 高德是gold的音译 就是金一和的意思 黄金一和的意思 高德一和成立了以后 学会了这个 另有懂行的观众讲 讲MT4 对 太懂了 拿MT4式的手 开这个电子盘 接到布伦伯格和路透的数据 开始吧 就跟那两兄弟一样 很认真的 帮大家真的去下单 很认真的做对冲 做厂口对冲 为什么要做厂口对冲呢 因为我们是先行者 我们怕黄金价格真的涨着 真的上涨 我们又天天在这做多头宣传 人家万一真的买了 然后黄金价格上涨了 人家说卖出集体套现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做厂口对冲 开始我们这样做的 非常规范 挣不着钱 因为你要养很多团队 去做促销 你要跟那些卖保险的一样 跟老头老太子 在楼底下讲 你们要投资黄金 这个东西有杠杆 什么T加零 跟人去讲 老太子 这是不是骗子 跟买股票什么区别 远离股票远离毒品 我们不想碰股票 你们不要担心 这不是股票 这是黄金 黄金是硬通货 这玩意是现货黄金 展期交易是合法的 不是期货 因为当时老太太们 老头们都知道 中国有个期货危机 红小豆什么的 有机会我去讲 苏州红小豆危机 期货一团乱马 比股市的名声还臭 所以黄金现货展期交易 那么试试吧 我们还真的做了金条 在那摆着 装模作样的 其实不想让人家买金条 想让人家买电子盘入金 然后进我们盘子里边炒金 炒着炒着 就发现不用做厂口对冲 再炒着炒着 就发现 干脆把他们交易 那数据线拔了都没事 只要行情数据线 还在显示就可以 也就是说 自己用签加信 开发了交易软件 这就是颐和黄金 和高德黄金 分道扬镳的重要历史节点 有我的铁网友说 当年我给张卫星写过金屏 你肯定是第一波黄金分析师吧 我们做这个事 我们俩产生了分歧 为什么 因为我一看 如果要是这么玩的话 你这不是骗局吗 那如逾其弄骗局 因为我是从提开委出来的 我认识好多领导 他们是期货业协会的领导 或者证券协会的领导 我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出了事的话 这是重罪 我们好歹都是大学生 我们犯不着 犯这个风险 所以我跟卫星讲 我说我们 咱们现在弄明白黄金了 咱们就这么着 咱们用这套软件 把它变一个性 做成柜台买卖黄金的 实时交易系统 并且实时回购 也就是说我们给蔡柏做对手盘 我们竞争蔡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蔡柏卖黄金 当时卖金银首饰 他都是一个月两个月更新一次报价 他那个报价牌都是金属牌 那个字都是印上去抠上去的 所以他那个金价基本上不变的 老百姓买了蔡柏的金首饰 首先他一刻给人家三四十块钱 那时候黄金价格才一百块钱 他一刻手续费就给人家三十块钱 百分之三十啊 而且他买了卖给人家黄金首饰之后 他不回购 国际金价涨到什么程度 蔡柏不管你跟你没关系 我说卫星咱现在总这个了 咱们开金店就在蔡柏对面开 按国美的模式开 泼水价卖金条 泼水价卖黄金 就他妈打这种广告 买黄金不后悔 倒机一盒买黄金 这个黄金的价格就随时就像股票一样 在店里显示 老百姓买金子 老百姓买黄金 买首饰 就每刻给他加十二块钱公费 回购 每刻减两块 中间收十四块钱差价 就泼水价卖走流水 为什么走流水 因为你在配合五方拉手账 你销售额能一飞冲天 四五十个亿一年的销售额 你就可以控股一个上市公司 咱们挣股票的钱多好 咱们没有风险 卫星不同意 为什么卫星不同意 我们要分道扬镳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2004年2005年中间了 我就攀上了大哥 找到了建英国际 拉着翟山英做了一盒资本 这就接上了 翟山英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张卫星坚决不干 为什么 吸毒上瘾 吸毒上瘾 就这句话 我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误打误撞 踢断了网线之后 发现不用做对冲 不用做敞口对冲 不用真正交易 他没有风险呢 因为当你这个盘子里边 当你这个游戏盘子里边 他的游戏参与者超过1000人 甚至超过1万人的时候 他自己就形成了市场 你根本不用干任何事情 你不用作弊的 你只要把国际五大经商的行情接进来 年底你会发现 无论这个池子里 大家入金 老百姓投资者存了多少钱进来 咱们假设存了10个亿进来 当时他大概存了 真的是5到10个亿进来 卫星跟我分开的时候 我忘了具体数了 大概5、6个亿进来 当我们分开的时候 他就存了最高峰的时候 他存了将近10个亿保证金进来 这10个亿人民币存进来 到年底 到年底记住我这重点细节 有4个亿没有主的钱 利润是40% 这就是老王有一集讲 浑浊的水晶球的赌场原理 所有的金融市场全是赌场原理 四六分成 六成拿去奖励投资者 四成就是你庄家的利润 全世界金融市场全是这个路子 伦敦金融市的五大金商也是赚这个40% 说白了简单讲 简单讲 就是意大利一甲赌球 中国这边也跟着开盘 盘口 AC米兰 国际米兰 谁比谁压多少 几倍几 中国这些开盘口的 根本不去意大利 那个总装家那交钱去 他们就跟着人家来 人家是什么规矩 他就是什么规矩 他最后他一定赢 因为这全部都是做装的 全部都是有操盘的 什么市场都一样 这个时候张卫星气我 给我打电话 那比翟主席气我厉害多了 人家是他妈真正大咖呀 集中 你那一和资本上上公司 你弄咋样了 听说你收购球铃去了 弄一屁股屎 真的假的呀 我说怎么了 卫星 我集中 我现在账上有四个亿的现金 我保证金池子里有十个亿的现金 你写那个黄光玉那个首付 我看 我告诉你集中 黄光玉没有我有钱 你信不信 黄光玉就是105亿财富帝国 没屌用 因为他那是存货 是股票 是虚的 我老子有他妈十个亿的现金 趴在账上 我说 你好厉害 我操能借我点 不行 我这个是保证金什么的 还有各种理由 我说 那你怎么着 你打算怎么着 下一步 他说 下一步我要进军国际金融市场 我要进军国际黄金市场 因为我看透了黄金的上帝密码 我要去国际金银场 我先去香港黄金交易市场 我要跟杨寿成玩对手盘 我他妈当时跟卫星说 我你他妈疯了 何鸿生是开普京的老板 你听说过何鸿生去拉斯维加斯跟永利玩对手盘的吗 你他妈在北京有一个高德的大盘子 没有竞争对手 西汉制也被你收了 只有一个同行坐得起来的 就是杭州的世纪黄金张勇 张勇怎么学会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张勇跟我们坐的几乎是同步 规模也差不多 我张卫星 你这么去玩杨寿成 你知道杨寿成是黑白两道的吗 你赢了 你以为你能走得了了 那你就不懂了 这个世界是讲法治的 所以张卫星就真的拿着保证金 去了香港跟杨寿成做对赌 撂下一句话 杰州我告诉你 我的三线开花到今天根本不是三线开花 股市我看得透 黄金我一样看得透 什么东西在我眼里全是公开的 五维四维世界看三维 上帝的黄金密码全在我脑子里 所以你就等我瞧好吧 杰州我让你知道100亿现金是什么概念 胃口大得很 杨寿成给他开出25倍的杠杆 张卫星不同意 继续加杠杆 加到比率 我跟你去对赌 带着他的十个亿就去了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那一天 我记得特别清楚 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 就跟今天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非常突然 普京就在那看着开幕式 那边格鲁吉亚导弹就过去了 摧哭拉朽 美国和北约当时要跟他干 就跟后来的乌克兰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格鲁吉亚没有泽连斯基没扛住 这个时候按照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学理论 黄金价格一定要暴涨 因为当时战争一开 黄金价格永远是上涨 因为黄金是对冲人类风险的 你那要打仗 黄金价格就要上涨 那次打格鲁吉亚那天 开火那天 黄金暴跌 其跌幅历史罕见 24小时跌下去 我当时正在看奥运会开幕式 我看到了那个国际黄金报价 我就知道张伟星输定 因为那个叫黑天鹅 什么叫黑天鹅 在人类探索澳大利亚以前 全世界的天鹅都是白色的 没有人见过黑色的天鹅 所以在西方有一句话叫黑天鹅 对照的中国的那句话 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出来 就是黑天鹅不可能有 当人类的探险队登陆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看见了黑天鹅 卧槽这世界上真的有黑天鹅 黑天鹅在金融行业的教训就是 所有的历史数据与经验 全部都是看着倒车镜在开车 倒车镜显示路口一直是左转弯 但只要有一个右转弯 你就全军覆没 因为你在看着历史数据开车 所有的金融知识金融规律 都是基于总结历史数据归纳基础上 所以张伟星真的破产了 2008年8月 高德黄金破产 他买了袁宝井那宝井大厦 站在上面要跳楼 他那个小老婆什么的都走了 太监都把大船开走了 剩下张伟星站在楼底上跳楼 眉眉不计前嫌 因为他都已经找小老婆了 然后眉眉把他拉下来 他回家去了 你想他有债主 因为那些大的投资者 是不许他做自营的 比如说我是个大房地产开发商 我在卫星你那放了一个亿 你是看透了世界黄金密码的人 你每年给我15%的利润 我挺高兴 我给你存一个亿 你他妈告诉我 你爆仓了 什么意思 一个亿去哪了 真的有这样 天津人至少一个亿 大户存在他那 人家要杀他 卫星当时满脑门关子 给我打电话 说怎么办 我直说 你是不是想做破产重组协议 他说是 我说你这样 你是不是想借我办公室 是 因为我当时在建行 翟老师当时是建行 建言国际副总 他不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没告诉他 他嘴大 我一告诉他 他都告诉上面大哥 王归亚 我就完蛋了 我跟卫星讲 我说你下午下班以后来 我提前把人都支走 我留下我集子营的亲兄弟们 给你撑场面 你在我建行这边的办公室 跟他们签重组协议 我王岐州给你做背书 保证你还钱 感恩戴德 做了这个事 这个事到今天建行 和我那大哥和山盈都不知道 所以张卫星才能活着 否则的话 他当时就会把他逼死 签完了以后 张卫星吉人自有天相 弟兄们 签完了之后 天津出事了 天津有一个 不是武长顺 武长顺之前的那个天津市领导 政法委书记出事了 那个房地产大哥 就是整天追杀卫星的他最大的苦主 是那个哥们的白手套 消失于人间 直到今天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就没有人追卫星了 卫星就无债一身轻了 轻松多了 然后卫星又多次试图东山再起 就像宅夫主席现在在迪拜躲着那样 多次试图东山再起 但是都不行了 因为气运过去了 那卫星去哪了呢 卫星就天天研究周易 天天研究江敬川师傅的那个哨子神术 黄极经是说 他试图进一步掺破上帝的密码 他疯了 他真的可能疯了 他到现在还没有从周易里边出来 这掐指一算已经十五年了 他还在天天研究呢 我不知道现在成仙了没有 我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联系了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他动不动就是 周易 掐指就干这个了 弄完了 张卫星这个叫 一经落万物生 2008年张卫星破产的同时 同时中信太傅 做期货的那个部门也破产了 所有的人都是遮在了黑天鹅里 因为打仗石油价格要暴涨 黄金价格要暴涨 这都是概念 这都是基本ABC 全他把反正来那次 全被扔进去了 所以张卫星本来站在天台上要跳楼 本来是中国范围的大新闻 没人看他了 所以呢 这事就过去了 一经落万物生怎么说的呢 卫星当时做了大量的代理 各地广告代理 他没什么竞争对手吗 那不是2000人 翟主奇加个零 吓唬我 普华有2000人 2008年卫星就至少有2000人 各地的代理不计其数 他这一倒 各地代理死的死逃的逃 聪明的就把MT4抄过去 自己开发系统 自己做盘去了 因为你张卫星这个秘密 毕竟会有人知道 他底下毕竟是有些技术人员的 那些技术人员小孩 他是知道我们不做对冲和我们不做场口对冲和实际交易的 那老板一倒 这些小孩不就都出去了吗 后来的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创始人 今天所谓中国黄金投资最大的交易商 姓陈那小孩 都是高德银河黄金原来的小孩 包括廊坊的 那个老娘们整天去韩国做美容的 原来也是 卫星高德这边在廊坊的代理 做挺大的 自己弄盘子弄了将近100个亿 100个亿啊 大概10年左右 自己他抱的仓 那个廊坊的老娘们抱的仓 我这个一盒黄金 去收购丘林 我那个石家庄金店 那个平贵节 就是后来丘林的实际控制人 平贵节小平 就是高德邯郸的代理 疫情落万五生 他们自己就是 树倒狐尽散 到处找老大 我不就也收了他 我就趁机收了张维兴几个嘛 对不对 平贵节就是我们那么收过来了 这是后话 丘林等我以后再讲 好了 电子盘资金盘 我们给他定义 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你们现在就清楚了 第一个阶段 就是寡头阶段 也就是说 跟庄阶段 跟什么庄呢 跟国际金商的庄 跟着国际黄金价格 甭管你这儿接不接交易数据 但是你那个 行情数据是从人家伦敦金交所接过来的 是伦敦的五大金商做盘操盘 接来的数据 这是第一阶段 2008年之前 中国所有的资金盘 都是跟国际庄阶段 第二阶段 叫放羊阶段 为什么 亏杀死了 毒销的小弟都变成小毒销了 张维兴死了 世纪黄金的张勇也被抓起来了 张勇 就膨胀了 也有点飘 他虽然没有去香港 跟杨寿成做对赌 但是这村子 拿着他那个保证金 几十个亿 在乾塘江南岸 买了个大写字楼 晚上弄大霓虹灯 叫世纪大厦 当时浙江海州领导 过那个乾塘江桥 人家下飞机 从小岸进场回来 看那大厦 那是谁的 这么有钱 那时候马云也没那么有钱 张勇 世纪黄金 什么张勇 什么背景 一查没有背景 是普通老百姓孩子 黄金 他做什么黄金 他有什么黄金 叉叉 一查完 抓起来了 现在也没出来 所以张勇的钱 就直接被人端走了 被谁家端走了 我就不提了 张卫星一出事 张勇一出事 这不就群龙无首 昆沙没了吗 所有的几十号小弟们 出来做了几十家电子盘 都是克隆 MT4 最后自己添加性开发软件 自己去这层的什么 横什么 忘了 杭州的 自己开发小软件 自己在那搞小电子盘 这是12年之前 第三阶段就到 关键时候了 你等于是这个经验 已经传播出去了 黄埔军校 已经把这个军事种子 传播到全中国去了 第三个阶段就到了 第三个阶段 坏了菜了 这事就大了 第三个阶段 就是老王说 李克强是个 昏庸无能的宰相的 原因所在 李克强当时上台 信心满满 做什么克强经济学 他他们哪懂经济 搞万众创新 全民创业 当时刚移民不久 我回国我发现 满街都开着看似银行 但又不是银行的那种 小门脸 每个小区楼底下都有 我操作是什么东西 说这叫P2P 什么叫P2P 我听不懂 我只听过B2C B2B C2C 我没有听说过P2P 说P2P给我一解释 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 这他妈不是非法集资吗 这是要判刑的 怎么合法了 加上互联网金融 这个前提定语 你非法集资就变成P2P了 这不是胡来吗 因为这些都是王八蛋 这些都是毒销 你他妈给了他们互联网的能量 又给了他这种烧房保健 他们会开到每一个小区 骗老太太钱 拿着月饼 拿着鸡蛋 就把人退休金骗了 我当时在北京 我们那个漂亮的写字楼里 那个电梯尖里 竟是老头老太太 跟我父母同岁的 旁边有两个戴西装领带的小伙子 帮人家拿着鸡蛋上楼下楼 听投资说明会 我就经常在电梯里说 哎呦大娘啊 投了多少钱呀 打下说不多十万 哦 我说十万没了 我经常在这事 我看不下去 这么玩 就是第三阶段开始了 第三阶段 他们干脆连行情网线都拔掉 又进化 为什么 就像我说的 你如果这个电子盘里边 你这个盘子里边 有一万人在玩 不用一万 几千人就够 他们自我会形成市场 你不要忘了 他有服务器的 你那个服务器 你躲在服务器端 你那个技术员工 是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的交易数据 并且进行归纳总结的 多少人买涨 多少人买跌 多少人价位 成本线在哪 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黄金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 黄金是五大金商说了算 你想让它跌 它不跌 你想让它涨 它不涨 你只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 怎么办 自己生成数据 到关键点了 翟山英怎么骗你们 BS云合 SEC SEA是怎么回事 要来了 怎么生成数据 生成什么数据 黄金世界上只有一种行情 李克强跟你说了 全民创新 互联网金融 大家发区块链 做比特币加比特币2 比特币3.0 什么他妈比特币3.0 比特币以太坊的关键是去中心化 区块链的关键技术节点在于去中心化 也就是说它根本没有服务器 它就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 它没有大脑 它全是对等的小神经元组成的 那个叫区块链 人家那是真的 它那个行情是很难做装的 只能是大量的资金涌入 大量的资金退出 不可能有人在服务器后边给你操盘 但是这帮王八蛋 全是有中心服务器的 只不过 原来我们第一代1.0张卫星这一版 他那个中心服务器的数据 是通过布伦伯格路透 接的伦敦金交所的数据 现在这帮王八蛋自己起个名 叫SECBBSCB 他就能在后台自己生成数据 开始翟山英不懂 因为他不是一个币圈的人 开始这些人都是这种黄金盘出来的人 贵金属盘出来的人 所以他们弄出这种假币来 号称是比特币 但是自己给自己起名 在后边有操盘手的 这个操盘手就是 看老百姓都在买涨 他就让他跌 全赔了 看老百姓都在买跌 他就让他涨 记得老王说 那两个兄弟在草原上开 国泰军安分部 那挣了钱的人 贪婪所致 那个钱还不拿走 赔了钱的人就不来了 怎么让他赔钱 怎么就是你庄家挣钱 这样的话 他操盘手只要上下涨跌一元钱 你只要做反了 你就血本无归 这时候你要么 你要么捕头更多的钱进来 叫补足保证金 要么就给你强制平仓了 币圈也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他们所谓的 币根本是骗局 没有区块链的任何痕迹 他就是游戏的点币 是token 在后边偷偷的人为在划K线 骗你的钱 因为你一定会输 为什么一定会输呢 这就是赌场的大数定理 中型曲线 80%的人的选择 会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区间里 而20%的人会落在比较外边 什么意思 想象一棵树 秋天了 树叶纷纷落下 风雨吹 落得满地都是 但是你会奇怪的发现 80%的树叶落的范围之内 就是那么一个小园 剩下也许能飘到很远的地方的树叶 不到20% 所以庄家只要逮你这80%就行了 他不用在乎那20%的人逃脱了 挣了钱了 他只要逮住你这80% 他永远到年底能挣40%到50%的纯利润 听懂了吗 我们再开一个玩笑 你们猜 姚明的小弟弟有多长 因为姚明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大汉 好了 大家一起猜 背后写数 你会发现 90%的人 80%的人 写那个数都在15厘米到40厘米之间 我估计没有人会写姚明的小弟弟有两厘米长 更没有人会说姚明的小弟弟有两厘米长 这就是大树原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都在做理性的投资 都在判断 你就掉到坑里了 他根本不让你判断 他逮的是你大树原理 这个就是第三阶段 2012年以后 李克强当了总理之后 全民创新 万众创业 互联网金融之后 资金盘 币圈的骗局主流 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翟夫主席在跑出来 论出来之后 播节目的时候 有一天 他秃鲁嘴了 他说共产党迫害我 把我的服务器 把我普华的服务器关了 你说秃鲁嘴了 你又他妈呲了 你他妈是区块链 你哪有服务器 共产党怎么能迫害 你把服务器关了 正是因为他必须需要 一个极其稳定的服务器 他在国外租了 昂贵的服务器 然后这样 他还能保证 他曲线的连贯性 及系统的可靠性 大家在里边赌博的时候 才好开心 所以给他服务器关了 他就傻逼了 如果真的是比特币 以太坊 那么关服务器有个担用 FBI也关不了服务器 CIA也关不了服务器 因为没有服务器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骗子的根本原因 他一定是割韭菜 他绝对不会让你们挣钱 怎么可能 因为他是跟你们对赌的庄家 你们都挣了钱 他挣什么 他给你们加了杠杆 不就是让你们爆仓的吗 你们这帮脑残粉 你们快别骂我了 我看你们20万 你们18万纯脑残粉 你们快买他那个币盒去吧 一年之内你们骗假不存 这就是中国投资币圈 从2004年到2023年19年的进化史 所有的币圈骗局 莫过于这么几个关键词 第一 某个币必须有很强的人站台 要么是宅教授经济学家 要么是郭总统灭供洗壁 总之要有个血统才能把人吸来 我们叫marketing吧 对不对 销售 2000人就是干这个的 2000人还不算大了 5000人 1万人的都有 全恶地招待理 第二 要有操盘手 在后台看 所有的人数据 他好让那个币涨还是跌 第三 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服务器 不能今儿断电 别人断电 要有规则内行 三个关键点 JF主席现在都懂 在迪拜等着收您韭菜 看老王视频 长金融知识 行刑脑提提神 防骗开启民智 真正的民智开了 才能有什么反共 才能有什么法治 才能有什么民主自由 否则就是一帮暴民脑残 什么都不可能有 再见 记得点赞订阅 小铃铛 突破共产党对我的封锁和围堵